位於淡水海岸第一排的淡水垃圾掩埋場 過去30年垃圾並未清除 現在作為淡水清潔隊部 同時也是垃圾暫製場 肩膚著大型家具破碎 滋收物暫製和車輛清洗作業 而新北市議員鄭宇恩 日前前往會堪卻發現廠區內 設施相當簡陋 露天存放外面 暫製的垃圾直接和土壤接觸 加上位於海岸第一排 持續的對自然環境造成傷害 那這個暫製場 他們主要是做一些垃圾的分類 但是我們到現場會看的時候 發現這些垃圾的分類 其實它的整個環境保護措施 沒有做得很好 也就是說包括了資源回收站 它的整個資源回收的場地 沒有做任何污水的環境保護措施 甚至整個資源回收都是裸落在現場的土地上面 那只要有豪大雨的發生 現場馬上有積淹水的情形 甚至那些污水是直接滲透在土地裡的 議員鄭宇恩表示 現場會堪發現 裡面堆積了廢棄床墊將近三層樓高 大型的廢棄物破碎過程也是全入天處理 產生的粉塵和碎屑隨風飄揚 現場更沒有完善的排水設施 暫製的垃圾下方和土壤並無阻隔 甚至有一大坑內有大量垃圾 接觸的垃圾污水就直接進入土壤 廠區環境比民間的自收廠還要糟糕 那這樣子的一個垃圾暫製廠在我們地方 民意代表的眼裡是完全不合格的 因為它跟民間的自收廠比起來 甚至做得更差 所以我們希望環保局可以趕快的 立刻做改善 不是只有去用這個垃圾掩埋產 作為資源回收的暫製廠 更應該去做一些環境保護的措施 做一個好一點的示範 議員政議員批評 環保局自垃圾掩埋廠封閉以來 沒有讓淡水垃圾掩埋廠環境有所改善 更沒有一個為過去錯誤政策 止損的環境保護措施 反而是持續對環境造成傷害 議員政議員也要求環保局 今年要針對淡水清潔隊戰場 提出了具體的改善計畫 包含了提升清潔隊員的工作環境 依據相關規範改善廢棄物的佔據設施 對廠紙做出應有的環境補償 記者許多人一旦水採訪報導